主席,首先感謝張議員動議原議案 以及王國議員動議修正案 人命關天,醫療是非常重要的民生議題 而香港是擁有高水平的醫療專業 以及高效率的醫療衛生體系 盡力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 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特區政府持續投放大量資源提升醫療服務 在2016年宣布預留2000億元 供醫院管理局推行第一個10年 即是2016到2025年的醫院發展計劃 包括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醫院 以及興建和擴建11間現有的醫院 在2018年又宣布邀請醫管局籌備第二個10年 即是2026到2035年的醫院發展計劃 涉及財政預算是2700億元 預計可額外提供是超過9000張的病床 以及增設其他的醫療設施 2024到25年度 在醫療衛生範疇的經常開支預算 是達到1095億元 佔政府經常開支大約是百分之十九 顯而易見要有效落實各項相關政策措施 充足的醫護人手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社會的發展包括人口增長 以及公眾對醫療服務的期望不斷提高等因素 本港的醫療系統也都面對不少的挑戰 根據當局每三年進行一次的醫療專業人力規劃 以及推算的最新結果顯示 本港醫生人手持續短缺 而中短期的差距也都進一步擴大 預計在2030年、2035年及2040年 人手差距分別是1610、1700及1949名 不但令到現有從業者的工作壓力持續增加 也都容易影響醫療服務的質素 要解決香港當前面對的醫療專業服務的種種挑戰 香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醫委會是重要的持份者 醫委會是根據香港法例第161章 醫生註冊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組織 獲付權是處理本港執業醫生的註冊 執業資格使及紀律規管等的事業 任何有意在本港從事內科、外科 或者是助產科執業的人士 都必須向醫委會申請成為註冊醫生 同時醫委會每年定期舉辦執業資格使 讓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 醫委會亦負責制定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 和相關指引 此外醫委會是獲法律負權 對於在任何醫學範疇執業的醫生 均有管轄的權力 有權就任何與專業措手有關的投訴和告發 進行調查 由此可見 在本港醫療專業服務的系統中 醫委會是具有不可或缺的法定角色和功能 除了本港市民對醫療專業服務的需要和期望 不斷提高 社會不時有聲音是依求檢討醫委會的組成和職能 這是可以理解的 例如現時條例定名醫委會由24名醫生和8名業外委員組成 是否應該考慮適當增加業外委員所佔的比例 以提高運作透明度和加強社會問責性呢? 為了緩解本港醫生人手短脫的問題 社會亦都期待醫委會能夠持續優化 非本地培費醫生的執業資格史和註冊制度 此外近年醫委會處理針對醫生的投訴 往往須時過場 即押了不少的個案 因此本議案促請政府盡快改革醫委會 亦都是為了回應社會的訴求 既確保醫委會行使其法定職能時 是具備專業自主 亦都致力提升整體醫療服務質素 並且保障病人的權益 維持恰當的平衡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